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4月4日,星期六 今天是清明节 今天早晨呢,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昨天晚上呢,其实我看了新闻联播 新闻联播说呢,4月4号 昨天是4月3号嘛 就是说4月4号明天定为全国哀悼日 大家呢,一同来哀悼 在这次的疫情的过程当中 为了抗疫而牺牲的那些个英雄们 那些个烈士们 同时呢,也哀悼在这个疫情过程当中 因为疫情,因为病毒而夺去生命的那些死难者们 我昨天晚上呢,有我知道这个 但是呢,我昨天晚上不知道是今天几点 我以为说,这个哀悼日呢 今天4月4号,大家心里面知道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不知道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项 今天早晨10点钟的时候开始 但是今天从一大早呢,就是升旗的时候呢 各个地方,全国上下都一概都下半起 然后10点钟的时候呢,是全国一起的 全部都停下自己手里的工作 进行哀悼,莫哀三分钟 那正好呢,今天早晨也是我的节目 我原来就定好的10点钟呢,要进行直播 开始直播之后呢,我就发现 人上来的比较慢一些 那三分钟之后呢,人们都陆陆续续的上来 然后说,现在莫哀三分钟结束 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是10点钟应该莫哀三分钟 其实呢,我当时10点钟的时候呢,我也应该莫哀三分钟 但是呢,因为我不知道 所以呢,这件事情就错过了 那我刚才呢,在我开始这个节目的时候 虽然我现在是录播 但是呢,我也自己主动的莫哀三分钟 以纪念那些,以哀悼那些 在这次疫情过程当中 所死难的,献出生命的那些英雄们 以及那些死难者们 那么我今天呢,我刚刚看了这个新闻 新闻30分 新闻直通车里面呢,就是 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来介绍今天这个哀悼的活动 这个哀悼活动呢,是我刚才说了全国上下 那在北京的镜头里面呢,就是北京的大街上 车辆呢,完全都停下来 所有的车辆停下来 行人呢,都停下来 在10点钟的时候 大家呢,全都是莫哀 那在全国各地 不管是在青海啊,西藏啊 还是在广东啊 尤其是在武汉 给的镜头呢,特别特别的多 武汉的这个企事业单位 工厂,还有街道 尤其是医院 所有的人呢,都莫哀 在雷神山医院呢,一共有500多个医护人员 全都列队进行莫哀 还有那些救护车们 两边列了好多的救护车 那些救护车呢,就鸣笛三分钟来进行莫哀 工厂里面也是,大家都停下手里的这些工作 还有机场啊,车站啊,这些地方 一律都停下来进行莫哀 那么我今年呢,我还注意到呢 就是说,今天的4月4日 不仅是这样的一个哀悼日 同时呢,它是清明节 我不知道呢,观众朋友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有一个疑惑 就是说,为什么 就是我不知道呢 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跟我一样 就是有一个疑惑 为什么说,清明节 为什么是4月4号啊 我心里面呢,一直都是觉得 哎,清明节不是4月5号呢吗 怎么会是4月4号呢 刚才呢,我也问了一下我爸 我爸说呢,因为今年是润年 润了一天 像2月份呢,原本是28天 然后今年的2月份呢 就是29天 所以呢,就把这个清明节 的一天就挤出去了 所以原本呢,是4月5号 然后就成了4月4号了 然后呢,我也没有当然的 就听我爸爸的 然后我就在网上查了一下 这个清明节到底是哪一天 网上的说法呢,就是 清明节啊,一般的来说是 4月4号,5号,6号 基本上呢,就是这三天 或者早一天,或者晚一天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或者早一天,或者晚一天 我在网上呢,也没有查出来 有人说的特别的准确 但是呢,好像是不管是谁回答这个问题呢 都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就是,这个清明节啊 它是春分这个节气之后的第15天 而这个清明呢,它既是一个节气 也是一个节日 中国人呢,这个清明节 据我查的百度上啊 杜娘给我的答案 这个清明节呢,其实是这样的啊 清明呢,我刚才说了 它既是一个节气呢,又是一个节日 这个二四节气当中呢 只有清明 既是一个节气,也是一个节日 那么清明作为节日呢 是从唐朝才形成的 但是作为时序的一个标志的清明节气呢 早已经被古人所认识 在汉代的时候就有明确的记载 清明是基祖和扫墓的日子 此外呢,还被称为是踏清节 说地球绕太阳一圈的时间 称为回归年或者是太阳年 太阳在星空的背景下的运行路线 称为黄道 自清代开始 定以春分点为零度 太阳在黄道上每运行15度 定为一个节气或者中气 24节气呢,因而为24个特定的时刻 而非特定的24天 这种节气制定法称为定气法 这4月5号为清明节呢 这还是中华民国那会儿定的 4月5号为清明节 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呢 就把这些清明节就定为不固定的4月5日 你看还有一种说法 以前呢,我就记得是4月5日嘛 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清明节的节日是阳历的4月5日 国家法定的节假日 而清明节气是我国农历24节气中的清明节气 冬至后第105天就是清明节气 清明节气一共有15天 很显然呢 人们如果是认为清明节就是4月5日的话呢 这个认识是错的 很显然是错的 因为今天是4月4日啊 今天是清明节 每逢到清明节这时候呢 我们大家会记组去扫墓 那今年的清明节呢 因为赶上了这个疫情嘛 大家都不能拒蹲 所以呢 我老早就看到电视里面 政府就号召大家不要去实地扫墓 尤其是不要进行那种 就是烧纸啊 那种祭奠活动 要求大家进行网络记扫 我又不是很清楚什么叫网络记扫 网上怎么记扫啊 好 这个是呢 我查出来的关于清明节的基本的知识吧 我就觉得还不全 因为我自己都有疑问 那这个清明节呢 到底是怎么定的 为什么有的时候4月4日 有的时候4月5日 有的时候4月6日 这4月4日5日6日是怎么来的 西方有的时候呢 一些节日他就会说 哎 是1月份的第一个周末 或者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 或者2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 10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五 什么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六 他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个规定 所以呢 他每年都不一样 对吧 因为你每年说几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 不一定是哪一天 那么这个清明节 他既然是4月4号5号6号 他不一样 那是根据什么来的 如果是根据春分之后的第15天 难道说这个节气是根据阳历来的吗 跟阳历之间难道就差个一两天吗 我们的春节 每一年的春节 春节大年初一和大年三十这一天 每一年都会相差很大 可以相差很大的 有的时候我们的春节落在1月份 有的时候我们的春节落在2月份 最早的和最晚的 我没有去准确的去查 我感觉最早的和最晚的 可以相差半个月出去 有没有 有的时候呢 春节可能 你像今年的春节就是1月25号 对吧 那有的时候呢 可以是2月15号 1月25号和2月15号 这个相差了20天了 春分也是一个节气呀 那这个节气难道说跟阳历就相差不大吗 大家有这方面知识的呢 可以给我留言 在讨论区里面大家继续讨论 我这个视频呢 也就是抛砖引玉一下 因为呢 我刚才在百度里面 好好的查了一下呢 就查出来这么多 关于这个清明节吧 我刚才就跟我爸讨论了一下 我爸说是呢 那个 因为 润年 一般的来说呢 是5号 每4年呢 就润一次 如果润年的话呢 因为2月份呢 多了一天 所以呢 这清明节就会往前提一天 就是说每4年 有3年是5号 有一年是4号 但是呢 我是一个较真儿的人 我刚才呢 就把那个几年的日历找出来了 我找出来 2014年 2015年 16 17 18 19 和20 这几年 我找出来这7年的日历 我就发现什么 你知道吗 我就发现呢 它是两年两年的 两年是4号 两年5号 两年4号 两年5号 2020年是4号 2019年是5号 2018年是5号 2017年是4号 2016年是4号 2015年是5号 2014年是5号 是这样的 两年两年的 并不是我爸认为的那个 4年4年的 并不是那样的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我还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呢 我就跟我爸讨论一下 就是说 这个农民 他们种地啊 我们以前就说 24节气啊 是我们老祖宗的 这个智慧 他们农民呢 是根据这24节气 来种地的 然后我就问 我爸我妈呢 就说 是不是就是根据24节气 来种地的 我妈搞不清楚 然后我爸就说呢 是 农民就是根据这个节气 来种地的 谷水 你种什么东西啊 你就得那天种什么东西 你早一天呢 它就不整 你晚一天 它就烂掉 说是 我以前呢 我也是从小呢 我记得 咱们课本里面都有 说24节气呢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阴历嘛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智慧 但是我现在看来 这个 24节气 可并不对应着 我们奴隶的日历 而是对应着 阳历的日历 你说奇怪不 这是我今天的一个发现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就跟您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呢 对这次疫情当中 死难的 所有的同胞们 致以哀悼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